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二个传题 有关维分方程的综合题 这在我们考研阶子里边也是考察的一个重点 考察的频率也比较高 但这个地方呢,应该说花样还是蛮多的 所以我们通过一些典型的例题 帮大家总结一下 这个维分方程的综合题到底有哪些类型 每种类型常用的方法到底是什么 好,下面我们通过例子来说明 比如说第一个,第一 那这个题呢,是2018年 我们数学3的考卷一边的一道考题 它说fx满足 注意,这给的是fx在x这一点的函数的改变量 那么等于右端 注意,它的自变量的改变量是dx 那么右端呢,这有个dx 那他说,这个函数的改变量能够写成rxfx乘dx再加小Odx f0等于2,问f1等于什么 那当然这个题呢,如果根据条件能够把fx求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f在1这点值当然好求 但是怎么来根据这个条件求出f呢 实际上大家看 这个两边如果我们同除一个dx 假如说左边这个极限要存在的话 大家知道,左边这个极限就是f在x这一带的导数 那左边这个极限是否存在,取决于右端是否存在 大家看,右端的第一项这个dx跟下面一销极限存在 第二项,dx高阶五种小除以dx极限也存在 所以,那我们的思路就是 原来这个式子呢,两边同除以dx 那同除以dx,大家看右端第一项 它跟dx就没有关系,极限存在 第二项,极限等于0 由于右端极限存在,所以左端就存在 而左端,这就是x的导数的定义啊 所以,两边另,dx就像0 那左边呢,这个极限就是f在x内带导数 而右端的极限就是rxfx 这既说明了f在x内带可导 实际上又得到了一个谁 关于f的微分方程 那么下面呢,我们解这个微分方程解除f 那要解这个方程,这是个什么类型的方程呢 你看,这是f一边等于rxf 这一看,就是变量可分离 因为这边呢,可以形成df,把dx搬过去 那么这边呢,f除下来 那就等于这边呢,是rxdx 变量一分离,两边积分 两边积分呢,左边就是longf的绝对值 那么右边呢,就是x平方加上常数c 那么我们立马就可以得到f的绝对值 就等于谁?就等于e的c乘e的x平方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得到f等于谁? 正负ec,然后ex平方 这个正负ec,它是个任意常数 也可以记作c 所以它就等于c倍的e的x平方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一想 就解这个方程 我们可以得到f等于c乘e的x平方 然后呢,再根据f0等于2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任意常数定出来 因为f0等于2 我们立马可以得到c 就应该等于2 那么得到这个c等于2以后呢 这个时候f就知道了 f就等于2倍的e的x平方 那你要问f在1这带函数值 我们就把1带进去 那就等于2e 这题就做完了 大家注意 这是做这个题的一种思想方法 就是从这个条件出发 两边除以Δx 据说明它可倒 同时就把这个维分方程就建立起来 当然做这个题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从哪个角度看呢 再看,我们还是直接看这个式子 因为这个式子呢 实际上左边就是f在x这带的改变量 也就我们通常说的函数的改变量ΔY 但是注意这个ΔY作为Δx的函数 它能够写成谁啊 2xfx 这个现在是个常数 Δx是变量 所以这是Δx的一个线性函数 再加上Δx的一个高阶物凶效 实际上我们联想一下微分的定义 那么就可以知道 这个函数实际上它是可谓的 那就是说它的函数的改变量 就能写成我们通常说的那个Δx再加谁啊 小Δx 那么能写成这个形成我们知道函数就是可谓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Δx前面这个不是别的 就是谁 就是F在x这一点的导数啊 所以我们这样的立马就可以得到F1'的x 就等于谁啊 2xfx 如果用微分的定义做这个题 比用刚才这个来得更快 那直接就得到这个关系 得到这个关系和后面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题主要考是导数的概念 或者也可以是考微分的概念 然后再考一个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的一个求解的方法 所以也是微分方程跟导数定义 或者说微分定义的一种综合性的题目 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个例子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 是这个问题 Fx是在负物群到正物群上有定义 并且呢 直到F1'0等于2 并且对任意的xy fx加y 等于exfy加eyfx 那这个式子呢 是关于函数值的一个式子 我们把这种数学上叫做函数方程 那现在要让你求F 如何解这种函数方程呢 一个比较常用的方法 就是把函数方程画成微分方程 如何把函数方程画成微分方程呢 当然一个最容易想到的方法 那就这个拿来两边求导 但是注意 这个题目只告诉我们F有定义 并且只告诉0.U导数 如果这个题目告诉F是可导函数 你两边可以对x或者对y求导 化成一个微分方程 然后求函 但这个题没有告诉我们可导 所以这种题在做的时候 它的一般方法是什么 那就是从导数定义出发 既说明可导 同时把微分方程建立起来 解微分方程 解除F 所以这也是跟微分方程有关的综合题 那么怎么从导数定义出发呢 那么就写在x这一点导数的定义 那么我们知道 根据导数定义 F在x这一点导数 那就等于Fx加Δx 减去Fx除以Δx 如果Δx去下0的时候 这个极限存在 F就在x那点刻导 但是我们如何来说明这个极限存在呢 那对这个题目来讲 最核心的条件 当然就这个条件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看 那你这是x加y 我们这是x加Δx 那只要把上面这个条件用进来 那就是这个y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谁啊 Δx 所以这一步用一下上面的条件 那这个Fx加Δx 那这个Fx加Δx 根据上面这个条件 就能写成 ExFΔx加上EΔx 这用了Fx 这用了这个条件 但是呢 我们现在要说明右端极限存在 F就刻导 作为右端的极限变量是Δx x是定值 那右端的极限呢 我们分两部分 我们先看后面这个 那这个呢 大家看 往外可以提一个Fx 提完以后 剩下谁啊 剩下一个EΔx-1除以谁 Δx 注意 这的极限变量是Δx 那么大家知道 EΔ-1除Δ 这个极限存在是等于1 这说明 后面这一项极限存在 并且等于是Fx 那现在呢 还有前面这一项 如果前面这一项极限也存在 那右端存在 左端存在 F就刻导 那么后面这个极限呢 这个Ex就拿出去 关键是要看 这个极限是否存在 Δx去向0的时候 FΔx除以谁 Δx 那这个极限存在不存在呢 让我们仔细看看 如果这个地方要有一个 减F0的话 那大家知道 这个极限就是0点的导数 人家告诉我们0点有导数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 F0到底等于谁 那回到原来这个式子条件 大家看 如果在这个里面 另 X等于0 Y也等于0 XY同时等于0 那左边就是F0 右边呢 2倍F0 实际上我们立马知道 F0是等于0的 即下F0等于0 那这个就是0点导数定义 所以根据题目的条件 我们就知道 第一项极限也存在 那这样子 右端极限就存在 右端极限存在 左端存在 左端存在 就退出F 在这一点是刻导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分向 再利用到前面的条件 我们就知道 右端极限存在 并且等于1XF1-0 加Fx 这样子 既说明了 Fx是可导的 同时呢 大家看 维峰方程就建立起来 那F1-0等于谁 等于2呀 把它带进去 那么就得到了 F1-2X加F 这就是关于F的维峰方程 那么下面呢 只要解这个方程 我们解除F就可以了 但是要解这个方程呢 首先得认出它的类型 大家看 这F1-0 这是F 位置函数F和F1-0 它那的话都是一个 一次的 所以我们一看 这就是一个线性的维峰方程 那么它的标准形式应该是谁 就是F1-1PX解写Fx等于2倍的谁 E-X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线性方程 然后带那个通解公式 Fx等于E-P 那么E-P P就是-1 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DX 那么里边呢 就是2EX 然后这是E的P 那就是-DX 底的X加上常数 那么大家看 前面呢 就是EX 这里边是个E-X 跟这一乘 那最后就变成二积分 所以这个里边呢 就是2X加上常数 然后呢 要定这个任意常数 那你注意 F0等于0 根据F0等于0 大家看 F0应该等于0 但是带到右端呢 那就应该等于谁 应该等于C 所以立马就得到这个C等于0 那么C等于0 最后我们就得到 Fx等于谁啊 RXEX 这就是我们讲义上的答案 你看我们讲义上最后给出 就是Fx等于RXEX 就是这样解出来 所以像这个立二呢 也是维分方程的一种综合体 那么这种呢 我们通常数学上把它叫做函数方程 它告诉你F的一个函数的关系 然后呢 要求出这个F 方法就是从导数定义出发 既说明它可导 同时就把维分方程建立起来 最后解方程求出这个地方的F 好 这是我们要看的例二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例三 是这个问题 它说Y等于YX 是二阶长系数 这个方程 满足在零点横数值 零点导数值等于零的特解 现在问你 当X去向零的时候 Long1加X方除以YX这个极限 要求这个Long1加X方与Y之比的极限 那么首先呢 那么首先呢 我们注意 X去向零的时候 分子是去向于零 分母呢 因为Y0等于零 分母也去向零 零比零 那么就可以考虑 落贝塔 当然在用的时候 因为上面这个Long1加X方等价于谁啊 X的平方 所以我们的思路就是 零比零先用档价代化 再用落贝塔 当然这个地方就牵扯到谁啊 你这个用落贝塔 到底可以用到几节导数 实际上 既然这个地方呢 Y是满足这个方程的 那你这个二阶导数肯定是存在的 我们说 不但二阶导数存在 而且这个二阶导数 还是连续的 大家说 它为什么连续呢 因为二阶导数存在 一阶导数连续 和YX本身连续 一也连续 把这项都移到右端 我们就知道 万两匹连续 二阶导数连续 大家就知道 用洛贝塔法则 可以用到出现二阶导数 所以你看我们讲上一上来 就交代了 说由这个可以知道 万两匹是连续的 这就是因为 因为你万满足这个方程 所以二阶导数 首先存在 二阶存在的话 那你的一阶 你的本身肯定连续 那这个又连续 把它移到右端 我们就得到万两匹连续 这个一会是要用到的 哪里会用到呢 你不是让我们求这个极限吗 诶 这个Y2.0怎么来的 那就是在这个式子里边 把X等于0带进去 带进去 这就是Y2.0 但是Y2.0和Y0等于0 但是这边一带 等于谁啊 1 所以我们得到Y2.0等于1 这个一会要用这个条件 大家看 让我们求这个极限 0比0 首先对分子 Long1加X平方 用个等价代化 它等价于谁 X的平方 那么到这来以后 由于Y0等于0 所以这是个0比0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 它的二阶导数都连续 可以用到出现二阶导数 所以我们用一次罗比塔 那这个时候上面是2X 底下是Y1撇 注意 这个Y1撇的0也等于0啊 所以这还是一个0比0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 二阶导数连续 所以你可以用到出现 再用一次罗比塔 但如果仅仅告诉二阶可导 能不能再用罗比塔 那就不能用 所以这个地方 实际上就用到了 二阶导数连续的 所以我们可以再用一次 上面是2 底下是Y2撇 正因为二阶导数连续 所以Y2撇在X去向0的时候 极限就是Y2撇0 而Y2撇0等于1啊 那么所以最后就可以得到 这个极限等于谁 这个极限就等于Y2撇0分之2 那就等于2 这问题就解决了 但注意 这实际上是一个极限问题 但是呢 它也是跟微方程有关的极限问题 是要求一个极限 但这个极限也用到了 这个微方程的解 当然你看 从这个题的过程 我们看 并不需要把这个微方程的解 YX找出来 只要利用这个YX满足这个方程 这个条件 想办法把这个极限求出来 就可以了 所以这也是跟微方程有关的一类问题 是微方程有关的极限问题 或者是关于解的极限问题 好 这是我们要看的这个地方的例三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例四 这个例四呢 是2018年 我们数学二考件里面一道考题 但这种考题 从过去很多件子都考过 它说 已知一个连续函数Fx 满足这个式子 所以这是给了一个关于F的一个变上线积分的等式 这个位置函数出现在背积函数里面 数学上通常把这种呢 叫积分方程 求解积分方程的一种常用的思想方法 那就是两边求导化成维本方程 这是求解积分方程的最常用的一般方法 然后拿到这个题目两边求导 大家注意这个对x求导 导数好做 但这个呢 我们知道这个不好直接做 原因是因为这儿上线有x 里边也有x 但是我们在变上积分求导内法给大家总结过 变来变去就有三个类型 这是其中之一 当出现里边有x 上下线也有x的时候 这种问题求导一般是两种方法 那么一种呢 就是拆箱把里边x提出来 才好求导数 那像这个 这个x在f里面 你是拆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一般都是用谁 变量带换 目的就是把f里面的x给它换出来 既然你想把f里面x换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就得令谁呢 就令里面的x-t等于u 所以就把第二项拿来 先做一个变量带换 令x-t等于u 对这个积分做变量带换 那么大家看 这个时候注意 原来的积分变量是谁啊 人家是t 现在的积分变量是谁 u 在这个积分的变量带换当中 这个x是当常数的 所以这个底t是等于负的du 带进去 那你原来左边这个积分 大家看fx-t 那就是fu 那这个t等于谁呢 根据上面这个 t就等于x-u 而底t等于负的du 但是注意 做定积分的变量带换还要换谁啊 上下线 那你注意t要等于0的话 这个u等于谁 x 而t要等于x的话 u等于0 然后这个上下线 对调 前面负号拿掉 所以这个呢 后面这个就可以写成谁啊 写成0到x 里面x-u fu 那这个时候呢 把它可以拆成两项 对第一项积分 因为你的u做 那个里面的x就可以提出来 这个呢 都是为这个式子两边求导 在做准备 然后完了以后 把这一项呢 就用这两项换进去 那么上面的式子 就可以写成谁 就可以写成这个 看 那这个第一项 也就是这儿的第一项 那这个第二项呢 最后就换成这两项 这个主要是为下面 两边求导 做好了准备 那这个时候呢 两边对x求导 大家看 第一项求导 那就是谁 fx 所以这个求导 这是两个x函数相乘 先是前面这个x求导 后面不动 那就这一项 还有一项 这个x不动 后面求导 那就是xfx 所以这一项求导 是有两项 而这一项求导 把里边的u用x带进去 右端求导 rax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这两项就抵消掉了 那么就得到下面这个式子 但是呢 这个时候 还有计分号呀 诶 那我们想 两边再求一次导数 那么两边再求一次导数的话 大家看 第一项求导数 那这个求导 f1' 那这个求导fx 后面求导2a 这个时候就得到了一个微分分 然后通过它解这个f 但是这有个问题就产生了 什么问题呀 你看人家说 以至连续函数 fx满足 那人家没有说f可导 你怎么这个地方就求可以导数了呢 如果它真要没有导数 如果它真要没有导数 那你这个做下去也没有用啊 但是我们说这个条件是够的 为什么调节够 因为我们在前面讲变上线积分的时候我们讲过一个定理 如果小f连续 那这个时候小f的这个变上线积分一定是谁啊 可导的 大家注意右端这个rax也可导 我把这一项移到右端 两个可导函数一解一定可导 所以我们从这个式子 以及小f的连续性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f是可导的 所以我们这个式子两边求导 没有问题 但这个道理必须明白 那么到这来以后 那你看我们是不是又得到了一个维峰方程 关于小f的维峰方程 那这又是一个什么类型呢 一阶线性 所以带那个通解公式 那你的px就等于谁啊 这个px就等于1啊 所以这个fx就等于谁 e-p -1dx 那就是e-x 里边呢 ra 然后就是e的p 那就是这个e的xdx 那这个f得到以后 然后这个里边这个积分 一积就是raex 所以那这个就等于 把这个e-x提出去ra 那就c乘e-x 但这个地方有个任意常数啊 需要定 所以往往就要回到这个前面去 看能够从哪个式子看出f在某一点的函数值 谁下来得看 应该从这个式子看比较简单 f在哪一点的值好球 显然是零点 如果把零带进去左边第一项f0 左边的第二项零等于右端写零 所以我们立马得到f0等于零 那么f0等于零 带到这个式子 左边是零 右边呢 那就是c加2a等于零 c就等于负2a 那么这个c定出来了 带进去 那这个fx就等于2a乘上1-e-x f求出来了 在第一问才解决了 所以这是个积分方程 那么要求这个位置函数f 它的一个一般比较常用的方法 那就是等式两边求导化为分方程 解除f 那么这个题呢 f求出来了 但是它还有一问 它说如果f在这个区间上平均值是1 让你求这个参数a 什么叫做这个函数在一个区间上平均值 那就是这个f在这个区间上积分 除以区间的谁啊 长度 所以根据你这个题目这个条件 那你的平均值是1 平均值是谁 就它在这个01区间上 小f的积分 除以这个区间的长度 然后呢 我们把刚才那个f 求出来的f等于谁 等于2a1-e-x带进去 然后这个时候算左边的这个积分 最后立马就可以把a定出来 那么这样子这个题就做完了 所以你看 这也是一种综合题 那就是我们通常把它叫积分方程 这也是跟维分方程有关 我们每个卷子都不止一次考过的 一种典型的综合题 方法就是 两边求导 化积分方程为 维分方程 然后再解除 这个f 好 这是我们要看的这个例子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比如说像这条问题 假设这个函数f也是连续 变成满足f 然后0到x etft加1等于x加1e-x2fx 当然这也是一个积分方程 但是这个积分方程呢 怎么来解呢 如果按照刚才的方法 两边求导化维分方程 大家注意第一 那就是这个和这个是两个相乘 其实两边求导也不能一次把这个积分号拿掉 当然也有同学说 哎 那把这个fx给它除下去 除到这来 这个时候两边求导 那这个时候呢 是把这个积分号就去掉了 那这里边也有细节性的问题 你除上去的东西不能等于0 还有一个呢 那你这个两边要求导 你首先得知道这个小f是可导的 你怎么知道小f是可导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这样可以考虑 但是要交代的问题很多很多 但是这种题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注意到这样一点 嗯 大家看 你这个地方 这个背积函数是exetft 那我这是个f 那这个e负x 如果我们给这个式子两边 大家同乘一个谁啊 ex 同乘ex以后呢 你看这个式子就变成谁啊 给这个两边同乘ex 怎么想到同乘ex呢 大家注意 这个背积函数是etft 诶 这不是有exfx啊 诶 但是这有积分号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求导 是不是就他呀 诶 那这个加1求导 也是他呀 诶 那这样子 我们看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 这个积分加1 寄做一个大f 如果把它寄做大f的话 那前面就是大f一撇 后面就是大f 这是不是得到关于大f的一个维峰方程啊 所以我们看 那么在这就令 这个根号加1 就是0到x etft加1 这个等于大f 那么这样一来 注意 这就是我们的大f 那前面这个是谁 这不是就是大f一撇吗 那我们立马 那我们立马是不是就得到大f大f一撇 就等于谁啊 x加1 这就得到了大f一撇乘大f等于x加1 注意 这就是关于大f的一个维峰方程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不用套维峰方程的解法 那你看大f大f一撇 那我想大家知道 这谁求倒数等于这个 是不是1 2分之1大f平方 这个要对x求倒 那是不是就是2被大f大f一撇 2跟1 2分之1消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左边 是不是就可以写成2分之1 大f平方求倒 两面同乘以2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得到 大f平方的倒数 等于2倍的x加1 那大f平方就等于谁 就等于它做积分 所以我们就得到 大f平方就等于这个做积分加常数 2倍x加1做积分 就是x加1的平方再加常数 然后想办法定常数 那么定常数呢 大家注意 这个大f在哪里的直好球啊 我们从这个时候看 两边把x等于0带进去 那么左边呢就是1 右边呢就是大f的0 大家看根据大f的0等于1 那么带进去 这边就1平方等于1加上c 那这个c就等于0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f的平方x就等于是x加1的平方 那么这样本来解出来 这个大fx等于谁 应该等于正负的谁 x加1 但是你可注意 大f的0是等于正1啊 所以前面只能取谁啊 去加好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立马就可以得到 大fx只能等于x加1 大家注意 这也是个积分方程 但是这种就不是像我们刚才那种 常规的直接两边求导 然后去解方程 就不是很方便 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两边同乘ex以后 得到这个式子 为什么得到这个式子呢 关键是这是exfx 里边这个东西求导 刚好就是它 所以我们把0到x etft dt加1 记作大f 我们就得到大f的一个维峰方程 那后面就变得简单了 所以这一步对我们来讲就很关键 好 这是关于例5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例6 就是我们得到大f以后 那小f还不知道啊 那么得到大f以后 大f等于谁 大f是他 那么我们得到这个式子以后 两边把e一消 然后两边再求导 右边求导是1 左边一求导 就是ex小fx 小fx乘ex等于1 那小fx这能等于谁啊 就只能等于e-x 就先求出大f 然后呢 根据这个大f 它就等于谁 x加1 但是我们大f又等于谁 又等于这个变上一些积分 这个时候两边一求导 这就做出来了 所以这也是一种积分方程 但这种积分方程 就有点别发样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第6 这是过去 卷子考过一道题 这也是跟文方程有关的 有综合题 他说 小f是一个连续函数 求出值问题 那就是y一撇 加ay等于fx 在x等于0的时候 y等于0 这样一个特解 数学上把这种叫出值问题 就在这个出值条件下 求那个解的问题 叫出值问题 实际上就是求 这个方程满足这个出值条件的一个特解 那么首先是求通解 再点任意常数 那你如何求通解 你先得看这个属于什么类型 那么一节方程 不同的方程有不同的方法 它到底是可分离变量 其次线性 那么在大家一看 它就是标准的线性方程 所以通解有公式可以带 它的p就等于a 所以带通解公式 y等于e-p 那就是-a.x fx e的px.x p就是a 所以这个就是eax 那么前面一积分 那这个前面的系数 那这个就是e的-a.x 注意 这个已经加了任意常数了 那这个不定积分 就不用加任意常数 那话句话说 这个地方就应该是 这个背景函数 也就是f 乘eax的一个具体的原函数 那我们把那个原函数 记作一个大f 注意这个大f就应该是小f乘eax的一个原函数 但是注意 人家是求这个出值条件的解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c 那你注意 它把0带进去要等于0 这把0带于10次方是1 那这里边就是谁 f的0加上c 应该等于0 那就这个时候 那就这个时候立马得到c 就等于负的f0 把这个c呢 用负的f0带进去 那么就得到 这个y就等于e-a.x 大fx解大f0 但是注意 这个解呢 要用人家题目给的 一致函数表示出来 我们这个大f是谁 是它的一个原函数 那这个大fx解大f0 那么就就是 这个函数的原函数 在x以0点的值的差呀 那所以 它是不是就等于fx乘eax 在哪里的积分啊 0到x积分 根据牛总来的公式 它在这个区间上积分 就等于它的原函数 在上线的值减去下线的值呀 所以 我们就知道 大fx减大f0 就等于0xfteatttt 那你注意 这个时候这个解 就让人家题目里边 给定的函数 以致函数表示出来了 在这个地方不好求 因为小f不知道呀 那你看 这个呢 就是满足 x等于0的时候 它等于0的 一个具体的一个特解 那这个处置问题就解决了 然后 它有第二问又来了 它说 如果f的绝对值 小语等于k 让你证明 当x大一等于0的时候 刚才求的解的绝对值 一定不超过 a分之k 1减e的负x 好 那我们具体来看 如果x大一等于0 那这个时候 你让我们证绝对值 那就这个呢 取绝对值 这个取绝对值 那就它取绝对值 那这个呢 是大一定的 那就积分取绝对值 那我们知道 积分的绝对值 不超过绝对值的积分 那这儿注意 由于上限大于下限 所以绝对值就放到里边去 那这个时候这个条件就用上了 这个绝对值不超过k啊 所以我把这个f的绝对值换成k放大了 那这个k又可以把它怎么样提出来 所以这一步呢 那就是把这个f绝对值 放大成k 这个k就提出来了 然后后面呢 这个积分可以做了 因为它的原本数是谁 a分之1 e的at 这个时候一带 带上下 上限 eax带0 它就是谁啊 就是1 所以呢 后面这个积分就做出来了 那就是a分之1 eax减1 然后把这个e-ax乘进去 这样子第一项是1 第二项就是e-ax 这不就是我们要证的结果吗 所以这题呢 也是一种综合题 第一问 当然是从此的维纹方程求解的问题 但是第二问呢 是要证明它的解满足这样一个关系 那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就综合到了 关于这个积分不等式 这样的问题 好 这是正法1 那你注意 刚才呢 在求这个处置问题解的时候 我们用的最常规的方法 那就是线性方程 带通解公式 但是实际上大家看 这个拿来以后呢 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你看 我们过去 在维峰中止定理的证明体证明的时候 像这种类型我们见过 你看y1'加ay 我们不是证明过这种 f1'可c 加上lambdaf'可c等于零 构造辅助函数 构造谁 那你这y1'不就是f1' 这y不就是f啊 a就是lambda 我们为了证明这个 我们是不是构造辅助函数 e' lambdax的谁啊 fx 因为它求倒数会出现谁 这个形式 只不过这个前面要乘一个 e' lambda的谁 可c 那么基于这样一点 我们给这个方程两边 大家同乘一个谁啊 eax 诶 那么大家自然又问了 说为什么要乘这个eax呢 实际上是受了刚才的启发 你看我们给这个地方同乘一个eax以后 大家看 你把这个eax拿出来 那边是不是就y'加上ay 实际上你马上就可以看出 左边这个东西就是谁的倒数 那实际上就是eax乘上y 这个球倒正好等于左边 这一下很快就解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们两边同乘eax的目的 就是看出 左边这两箱相加 正好是谁 y乘eax的倒数 等于右端 你的倒数等于右端 那你自己等于谁啊 我们两边直接做一个谁 变上线定积分 因为考虑到 我们在零点知道 所以我们做哪里积分 我们做零到x的积分 两边零到x积分 那左边就等于谁 左边就等于这个 在x的值减去零点的值 但是呢 y零等于谁啊 零啊 所以左边就剩下yx乘上eax 所以我们这个式子两边 大家零到x做积分 左边应该等于谁 应该等于yx eax减去 y0乘上e的零次方 但是因为y0等于谁 零 所以我们就得到 y乘eax等于他 你不是要求这个解吗 那这个解呢 y就等于谁 两边同乘一个谁啊 e的负ax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个维于方程一个解 变成满足这个处理条件 那跟刚才得到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求解的时候啊 解法一 就是直接带线性方程通解公式 解法二 那就是两边同乘一个这样一个因子 最后另外看出左边 就是y乘eax的导数 直接这样子也可以解出来 比刚才得来得更快 至于说后面的证明是一样的 我们就不在这重复了 好 这也是与维于方程有关的一种综合题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问题 它说函数fx在0到正无穷上可导 并且呢 在0点的值等于1 且满足这个式子 f1辟加f解x加1分之1 点x积分 代表0 求导数f1辟 实际上这也是个维于方程 而这也是个积分方程 你看这个位置还是出现在积分里面 让我们知道 求解的一般方程 两边求导化 维于方程 但是注意 因为这儿有前面有个系数 你如果直接求导 那其中有一项 就是这个求导这个不动 积分号还在里面 为了一次求导数把积分号拿掉 我是不是两边先同程谁啊 x加1 然后再求导 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 原来这个式子两边 大家都买个谁x加1 主要是让这个变上线积分前面 不要出现x函数 那么这样子两边求导 立马就把积分号拿掉了 大家看两边求导 这个x加1求导 先是x加1不动 这个求导 那就是f两边 还有一项 就是x加1求导 f一边不动 所以这本来应该有个f一边 然后后面呢 他这个这儿的x加1求导 后面不动 那应该加上一个fx 还有一项 x加1不动 f求导 所以这应该有x加1 f一边 但是这还要减去 是一个后面求导 fx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那这儿呢 这儿就应该把 这个fx和这儿的f-x消掉了 但是这个前面还有一项 就出过这个x加1 f两边x加上 然后呢 就得到了这个东西 应该等于谁啊 0 那么这两个消掉了 最后注意 我们把这一项放在左边 把这一项 这一项和这一项移到右端 这两一合并的话 这地方是x加2 乘上谁 f一边 移到右端 这就一个负号 所以就是两边求导 整理 最后就得到它 那么得到它以后 注意这是个维纹方程 但是这是个二阶方程 但是人家不要f 人家要f一片 诶 那么大家看 这是f一片 这是f两片 两片就是一片的倒数 如果我把这个一片定做y的话 那这就是y一片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一方 你不是又让我求f一片 那我就另f一片等于u 那这个时候呢 左边就是x加1乘上谁 du dx 那么右边呢 就是f的x加2 然后谁啊 u 大家注意 这是个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 然后把这个x加1除过来 这就显成这个形式 那要解这个方程呢 是不是要把变量分离开 那就说分离变量 解这个方程 因为它可以显成du 然后把u除过来 然后就等于右端负的谁啊 x加1分之x加2 dx 两边积分 最后可以得到u 这个具体过程 我们不再看了啊 u就等于x加1分之c乘1负x 那这个u就是谁啊 f一片 就是f一片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这个f一片 应该等于x加1分之c乘1负x 但是这还有个任意常数啊 能不能定出这个任意常数出来呢 那我们就需要知道f一片在某一点值 回到这看 f一片在哪一点值好球啊 大家注意 这个带0 这儿呢 把x等于0带进去 第二项带0 带0前面是1 那所以我们立马可以知道f一片零一个等于谁啊 负1 所以从上面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知道谁啊 我们可以知道f 由f0等于1 在这个式子里面带x等于0进去 那我们立马得到f一片零等于负1 由f一片零等于负1 带到这儿 立马可以得到这个c等于谁啊 c就等于负1 那么这个c等于负1 那这个f一片才就抽出来 f一片等于谁 f一片就等于负的x加1分之1负x 在第一问解决了 那么第一问解决以后呢 然后第二问 他说当x大于等于0的时候 让你证明这个f 要满足这个关系式 这实际上是个函数不等式 但是我们知道谁 知道f一片 知道f一片要证明函数的不等式 那么当然从这方面首先看出 这导数是小于0的 负的x加1分之1负x 在x大于0 导数小于0 导数小于0函数就是单条减的 单条减 a0点等于1 那所以这个f0是不是应该 大于等于后面的值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立马就证出f x应该小于等于1 然后为了证左边 那f大于e负x 那实际上也就是要证明 fx解1x大于等于0 我们可以借助于这个导数 所以你看到这来以后 首先我们由刚才那个知道导数小于0 导数小于0函数就单条减 那既然是单条减 那0点函数值应该大于等于后面的值 但是0点等于1 所以其余点上都应该小于等于0点值 这半就证出了 那为了证出这个fx大于等于谁 e负x 那这样子我们另fx就等于f解1负x 那我们只要证明谁啊 它大于等于0 那你注意这个φ0等于谁 如果0等于的话 f0 那实际上是1减1 这个等于0 它在左段的等于0 要证明后面大于等于0 我只要证明这个导数大于等于0 它就单条增啊 好 那我们求一下这个φ1负 那这个φ1负就等于f1负加上e负x 但是呢 这个φ1负等于谁啊 φ1负我们刚才知道 φ1负是等于负的x加1分之1的谁啊 负x 那实际上就是e负x减去它 那这个等于谁 e负x里面就是1减x加1分之1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里面一整理 不是就是这个吗 但是呢 x要大于0 这个是大于0的 导数大于0代表增 左段的等于0 那里面都应该大于等于0 那就证出了f大于等于e负x 就证明了 所以你看 这也是个维分方程的综合体 它就把维分方程求解的问题 跟证明函数不等式 这样的问题综合到一起 这是我们正法1 那实际上呢 那我们来看 这个证明这个2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f1负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它等于谁 它等于负的1加x分之1的谁啊 负x 你要证明f 我是不是这个式的两边可以积分啊 那么两边积分 大家注意 从哪到哪积分 从0到x积分 因为f0知道 所以你看f1负 t 那就0x积分 根据牛总来比的公式 它应该等于fx-f0 f0等于1 但是注意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1一项 我们就知道fx 就是把这个式子一项一项 就知道f等于1加上0到x f1负 tdt 把这个f1负 t 用谁带进去 负的t加1分之1负 t 把它带进去 那么这样子 我们对这个f做一个估计 大家看 这个由于x是大于0的 贝质函数大于0 所以这个是正的 那这样的话 你这个f肯定不超过这个谁啊 不超过1 然后完了以后呢 这个 所以 我们对后面这个先做一个估计 由于x大于等于0 贝质函数大于等于0 大于0 上下大于等于下下 这个积分大于等于0 但积分不超过谁 分母缩小 把这个t换成0 这个值就放大了 这一放大以后 我们就得到这个积分 又不超过它 所以呢你注意 这个是大于0 小于1加1的质x 那么这样子的话 把这个东西呢 分别用0和1这个东西带进去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得到 这个f肯定不超过1 然后呢 把这个带进去 这个如果带进去 那它应该大于等于谁 大于等于1 1减去1减去谁啊 1的质x 但这个左边呢 就是谁 1质x 那么照样可以证出 刚才那个结果出来 所以这个呢 就会更直接 因为我知道f1片 我想证明f 那当然是两边 直接积分一下 对它做一个估计 那这实际上也是过去考题 也是维缝方程有关的 综合性的一种题目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还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比如说像这样的问题 这是我们数学一卷子 有一年的一道考题 你看 他说这个YX 是维纹方程 这个 这显然是二阶线性 长系数七次方程 但里边有个参数 K大于0小于1 这个Y等于YX 是这个方程的解 证明 它的解YX 在0到正物群 这个反常积分收敛 然后进一步告诉 如果Y0等于1 Y1片0也等于1 让你求出这个解 在0到正物群期间上的 这个反常积分 那这个方程是具体的 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个YX 可以 这个解可以求出来 那我们知道 这是个二阶线性 长系数七次方程 找解的问题 那就是先找特征根 它的特征方程是 R方加2R再加K 等于0 特征根 那就是R12等于R分之负B R分之负B 负2加解根号底下 B方4-4AC4K 大家看 这个里边4K出来 R一消 所以是负1加解根号1解K 所以这两个 大家注意 由于这个K是大于0 小于1 所以这两个呢 是不等的十根 那么他们是不等的十根 那这个时候 它的通解就是 C1 EREX 那么这个时候要注意 这个YX的反常积分 就是它的积分 但是你可注意 这个K是大于0 小于1 所以这个1-K 这是大于0 R小于1的一个数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R1和R都是负数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这个 由于K大于0 小于1 所以R1和R2 就这两个上面 都是个负数 那这个时候 它积分 就等于它两个 分别来积分 那上面只要是 E上面这个负数 这很容易用定义页名 它的反常积分是什么 是收敛的 是收敛的 那就相当于 这个简单的叫 比如说具体的 E到正无穷 0到正无穷 E到负2X DX 那这个上面 这个地方是个负数 这个肯定是收敛的 因为它的圆含数 就是负的二分之一 E负2X 带0带正无穷 带正无穷 它看作一个机析过程 因为X前面是负的 所以是E负无穷 E负无穷是0 带0有限值 所以这个地方关键是因为 R1和R都是小与0的数 所以就可以得到这个反常积分是收敛的 然后完了以后呢 现在呢 它告诉你这个Y0等于1 YP0等于1 让你计算这个反常积分的值 本来我们也有个基本的想法 诶 那你这个Y里边 C1 C2不知道呀 那我根据这个条件和这个条件 我当然可以把C1 C2定出来呀 定出来以后 带进去算这个积分 但是这样做 可以做 但是你回去试 这个比较麻烦 那大家要问了 老师还有什么办法呢 要做这个积分 注意这就是这个题的特殊之处 就这个YX是这个方程的解 哦 它是这个方程的解 那你可注意 根据这个方程 诶 我说你这个KY就等于谁 是不是就等于 负Y2P-2Y1P 然后把K再搬过去 那你这个Y就等于谁 负的K分之一 然后这个Y2P加上谁啊 2Y1P 所以你看 你的积分 0到正无穷的积分 实际上就是这个 0到正无穷的积分 但这个圆函数很好找啊 它的圆函数是谁 那么就是Y1P加上谁 2Y啊 最后直接带正无穷和0 所以我们关注一下 那这个时候 这个条件在这儿就 直接就可以用上了 所以我们现在 只要关注一下谁啊 要关注一下 这个Y和Y1P 在X就像正无穷的时候 它就像谁 实际上大家看 由于我们刚才说 这个R1R2都是负的 如果X去向正无穷 这个Y一看就去向谁 0 那你看我们说 由于R1和R2都是负数 所以E上面 这两个都是负指数 X去向正无穷 去向0 它以后要用到 Y1P呢 就是你这个前面 大家都分别多一个R1R2 但是X就像正无穷 由于R1R2仍然是负数 这个也去向0 这个在下面就要用到了 所以你注意 它在算这个积分的时候 就是得用这个关系式 把那个Y用负的K分之1 看负的K分之1 Y2P加2Y1P表示出来 那你注意 这个圆函数很好找 谁就导数等于 这两项相加 那就是Y1P加2Y 所以它的原含数就是负的K分之1 Y1P加2Y 带0带正无穷 那么带正无穷的时候 刚才不是给了Y1P 在X去向正无穷 这个去向0 这个呢 也去向0 然后减去把0带进去 这个负号就变成 加上K分之1 这两个分别把0带进去 但是这两个分别把0带进去 这两个都等于1啊 那这两个都等于1 那所以最后的答案 就是K分之3 这就做完了 所以注意 这也是维缝方程一个综合体 但是它是把维缝方程 跟反常积分综合在一起 但是注意 要注意一个共同点 就是不管把维缝方程 跟什么问题综合起来 在解决那个相关问题的时候 要充分注意到 这个Y是维缝方程的几 你看求极限也是这样子 这个地方求积分也是这样子 你看哪里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就是我们算这个积分的时候 我们就注意到 它应该满足它 我们直接就利用它 把Y用外张片表示出来 这样会给你带来方便 好 这是我们要看的第八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例9 F在1到正级圈上 以二阶连续导数 F1等于0 F1.1等于1 Z等于X平方加Y方 FX方加Y方 这就是满足 Z对X二阶导数 加Z对Y的二阶导数等于0 求F在1到正级圈上最大值 实际上你先得求出F 但怎么求F呢 那是不是要利用这个Z满足它 最后可以得到关于F的一个维峰方程 解除F 一旦F解出来 求它在这个区间上最大值 那就是一元函数球最大值的问题 怎么求出F呢 F里边是X方加Y方 Z是X方加Y方 我们就直接令X方加Y方等于T 那么你看 我们令X方加Y方等于T 那这个Z呢 就等于TFT 我把这个G做ZT 一旦我把ZT求出来 FT就求出来 但怎么求ZT呢 那肯定要用这个条件 所以为了用这个条件 我现在求Z对X导数 Z对X偏导数 那么求 那就Z对T T再对谁啊 X 所以你看 偏Z偏X 就等于Z一偏T T再对X RX 然后呢 因为这儿出现了Z对X二阶 所以这个式的两边再对X求一次 但是注意 但是注意 这是X函数 这个T也是X函数 所以有两项 那所以 这个二阶导数 其中一项 就这个求导 对X求导 前面不动 那就它 还有一项呢 那是这个先对T T再对X 它对T就是Z两边T T再对X又一个RX 这就是4X方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求得了Z一项 那么另外一项呢 因为这是个对称形式 我们立马就写出 不用去求了 只需要把这点X方 换成谁啊 Y平方 所以我们立马得到 这个Z对Y的二阶导数 等于2倍的Z撇T 再加4Y方Z两撇T 然后我们利用这个条件 那就是这两个相加等于0 那么这两个相加等于0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的话 你看这两项相加 那就是4倍的X平方加Y平方Z两撇T 然后再加上这两项相加 那就是4倍的Z撇T等于0 但这个就是等于T啊 两边把4再一消 最后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方程 你看把4一消 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维峰方程 解这个维峰方程 那么在这呢 就可以解出谁啊 ZT 那解这个ZT怎么解呢 这是个二阶方程 对 那实际上呢 根据原来这个条件 因为Z等于TFT Z0 实际上一看 就等于谁 Z0 这个Z1 他这是给的1这一点 Z在1这一点的值 Z1就等于是F1 那F1呢 就等于0 这个Z1'的这个1 那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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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Z1'的T 等于谁 就等于这个拿来抽到 这有两项 那应该是FT加上T F1'的T 把T等于1带进去 因为这个等于0 那就得到这个带进去 那就得到等于1 然后呢 解这个方程 我们就可以首先把谁解出来 ZT解出来 但是这个解的过程是这个过程 你看 你在解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先定Z1'的T 等于谁 P 那么这就得到一个T1' 加上P等于0 这是一个可分离变量的方程 先解出谁啊 ZT 然后呢 先解出这个P 就是Z1'T 再几分一次 才能解出谁啊 ZT 当然呢 每次有一个常数的 用这个条件定出来 这才能把ZT求出来 这个中间解这个方程的过程 我们不在这去看了 那么ZT知道以后 那F等于谁 这个等于Long的T 那F就等于T分之LongT 所以我们就知道 F等于T分之LongT 然后呢 现在让你求F在这个上的最大值 让我们知道 那就把它拿来求导 F1'T 就等于 分母平方 分子导数乘分母 T分之1乘T 1 减去分母导数乘分子 LongT 那这个等于0 这个时候 立马得到X等于谁啊 E 那并且呢 注意 X要比E小 导数大一点 那边导数小一点 所以 这个在这一带取得极大值 又因为为是唯一的极致点 又在这一带取得极大值 那这个极大值 就是最大值 所以呢 F在这个上最大值就在E这一带渠道 那把这个E呢 带进去 E分之LongE 那实际上就是一分之一 这题呢 是一道与维方程有关的综合题 首先综合到的多元函数的 维峰学里边的复合函数球片导 又综合到一元里面函数球最大最小值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比如说像这样的问题 他说UXY的权位分等于它 其中F有二阶连续导数 F0等于4 F1-0等于3 求F 还要求U 一个核心的条件 就是它的维峰等于它 这个条件怎么用 就是说U的它这个是某个函数全微分 所以这个在用的时候 这样用 就是DX前面这个系数对谁求 对Y求片导 等于谁 DY前面系数对谁啊 X求片导 所以你看我们讲一下这个式子 就是由他可以知道 这个怎么来的 那就是DX前面系数对Y求片导 大家看这个对Y求片导 后面这个Y没了 只剩下EX加F两片 它就等于DY前面系数对谁啊 X 好 得到这个式子 实际上大家看 这就是关于F的一个二阶线性长系数 非其次为复方程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标准形式 F两片减F一片等于-EX 二阶线性长系数七次 那先减七次方程 特征方程是R方减去R等于0 R等于0 R等于1 那这个时候 其次的这个通解 立马可以写出来 就是C1加上C2EX 非其次呢 代定特解射出来 然后再把系数定出来 最后可以得到它 那么然后完了以后呢 你的定C1C2呀 怎么定 这不是给你两个条件 F0等于4 F一片等于3 根据这两个处置条件 把C1C2给它定出来 这个具体定的过程 我们不在这看了 那这样子F就知道了 这第一问才解决了 F知道以后 然后要求U 那有的同学说 那把F带到这个地方去 带着这个式子不是就知道了 然后去想办法求U 这个想法没有错 但是你带着去 你看 你在这算F的二阶导数 多麻烦啊 那所以这个地方就要注意了 是不是应该用一下这个条件 但是它把二阶就用一阶表示出来 你这个EXF两片就等于F一片啊 那所以你原来这个式子 就这个EXF两片 它就等于谁 它就等于F一片X 你不是要求U吗 那这个时候凑一下围分 在这注意 F一片DX 知道可以凑谁 DFX 你看 你看外底FX 加FX底的Y 这不是U底V 加V底U啊 根据围分的乘法公式 所以它就等于底的 这个就等于谁 底的Y乘F 底的U等于它 你俩围分相等 你俩这种相当常数 立马就得到U 就应该等于谁 Y乘上F 那这个地方呢 应该加一个任意乘数 然后完了以后呢 这个F等于谁 F不是就等于 这个四倍的这个带进去 然后呢 再利用这个谁 那就是这个围分 就可以从这个地方 就可以把它求出来了 所以大家看 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呢 它也是一个综合性的 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综合性的问题呢 就是把多元围分 跟围分方程 把它综合到了一起 好 这是我们要看的例十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例十一 Fx是一个连续函数 Ft等于右端 这是一个二重积分 积分域是一个谁 中心在坐标原点 半径为t的一个原域 这个t是变的 现在大家看 这就是一个变域上的二重积分 因为这个圆的半径是t 它是在变的 所以你看 这种体 是不是就是一元里面 这种体演变过来的 Fx比如说 等于零大x ft dt 然后再加x四方 Qf 大家知道 这就是带有 变上线积分的等式 积分方程 Qf 方法是什么 两边对x求导 建立微分方程 现在无非就是把这种变区间上的电积分 改成一个变区域上的二重积分 所以这种题就是一元电积分里面这种题演变过来的 方法是什么 那就是把这种新问题化为老问题 如果话 那就是把这个二重积分化成每次积分 进一步算出一个单积分 这不是就变成变上线电积分了吗 这就做这种题的一般思想 那么这个二重积分怎么化成单积分呢 然后它适合用谁 大家看 这个不管从背积函数 还是从积分欲看 都很适合用极左标 所以 我们在极左标下 把它划为类次积分 那这个时候 x方加外方 那就是入平方 f根号 那就是f入 注意 面积为原这个入 不然对的这个入 d sigma等于入 d入 d theta 那因为你这是个原域 theta 0到2π 这个入呢 0到t 好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内层这个积分是做不成的 因为f不知道 这对入做 但是你注意 这里边呢 整个背积式跟上线 跟theta没有关系 所以 外面对theta这个积分 可以先做出来 因为里边跟theta没关系啊 但是前面这个积分 一做等于谁 二派啊 这不就是把这个二双积分就化成了个单积分 并且大家看 0到t 是不是就是b上线定积分 那这就是把老问题 新问题化成了老问题 然后呢 我们两边求导 左边f一切t 那这个求导 把里面的肉 都用t带进去 得到一个微分方程 怎么解这个方程呢 盯住位置函数f和位置函数的倒数 这一看就是给一些线定积分 这一看就是给一些线性放程 你把它移过来 写成标准形式 它的p就等于谁 负2πt立方 带通解公式 那么这个ft就等于1负p 负p就变成2πt立方 底t 那里边呢 就是它 然后呢 这个积分可以做一下 你看 这个上面这个积分 一积分 4分之t四方 4分之2π 那就是2分之π 最后呢 里边也可以做出来 把它沉进去 那么沉进去以后呢 最后我们就得到 这个ft等于c乘上1的2πt四方 减π分之1 但是得定这个c呀 怎么定这个c 需要一个处始条件 从哪看 我们是从这个方可以看 ft等于它 把t等于0一带 立马得到f0等于0 所以你看 我们由f0等于0 那这一带 左边0 右带把t等于0一带 c减π分之1 等于0 那c就等于谁 π分之1 c等于π分之1 带进去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立马就得到 这个fx就等于π分之1 e2分之πx四方 减去1 这就就叫出来了 所以这又是 这就是维分方程跟二重积分的一种常见的纵合性的题目 好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这是第十二 验证yx 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这个yx实际上是后面一个无穷极数的核函数 注意这种问题数二不要求 数一数三是要求的 实际上这是个密极数 等于说y是这个密极数的核函数 它让你验证这个核函数满足这个维分方程 并且利用这个求这个极数的核函数 因为这是一个线性常系数非其次维分方程 这个把维分方程跟极数求和结合起来 那么要验证 你这y是他 你这不出现y一片外两片 我就把你拿来求y一片外两片 大家看 你的y是有三次方六次方九次方 y一片呢 那就是二次方五次方八次方 再求一次 那就变成一次方四次方七次方 上面是三六九 中间二五八 下面一四七 大家注意右边如果往一块一加 大家看 这个是不是就是真好就是 是ex 所有项都有了 所以这样立马就验证了 Y2片加Y1片加Y等于ex 第一问已经解决了 他让你求他的核函数 你只要解这个方程 这个方程大家注意左边 这是一个二阶线线长期处 非其次 先求其次的通解 当然写出特征方程 找到特征根 然后再求非其次一个代定特解 这个具体解的过程 我们不在这一步一步看了 那么最后呢 可以得到他的这个通解 就是其次的通解 是E-2XC1cos 再加C2sin 非其次那个代定特解 求说是他 但是呢 你要求这个核函数 你得定C1和C2 但是要定C1和C2 就得需要两个处置条件 那一个就是Y的值 一个就是Y1片的值 你看哪一点好求 实际上从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 Y0等于谁 1从这可以看出 Y1片的0等于谁 0 所以这个时候 我利用Y0等于1 和Y1片0等于0 把C1C2一定 这题就做完了 所以你看 这又是维分方程 跟极数求和 一种综合题 然后我们再来看 比如说下面这个问题 他说 Y等于YX 在负派到派这个区间上 过这样一个点的光滑曲线 什么叫光滑曲线 那就说 他这个切线应该是连续变化 那话就话说 导数不但有 而且导数是连续的 然后他又告诉你 看 在这个地方 注意 他是封段告诉你的 他说到负派到0这一段上 然后负派到0这一段 曲线上任意点的法线都过圆点 在这一部分曲线上任何一点的 这个任何一点的法线都过圆点 这个条件怎么用 大家注意 这个 这一点呢 是XY 那这个法线的斜率 是谁 法线的斜率 是不是应该是这一点的 Y坐标 与这一点的谁啊 X坐标的比 但是呢 我们知道 切线的斜率 应该是谁 DY DX 但是切线的斜率和反线斜率是负道数 所以我们立马可以知道 DY DX 等于负的 Y分之X 所以在这部分呢 我们立马就会列一个方程 就是DY DX 等于负的Y分之X 这是一个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 那么 解这个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 这个把Y乘过来 X搬过去 你这边就是Y DY 等于XDX 两边积分 左边 二Y平方 右边 那这个地方是 哦 这一个负号 这个负号 右边是负2X平方 那么最后可以得到X平方加位方等于C 但是注意 它这个可是过这个点 就是X等于负根号二分之π Y等于根号二分之π 带进去 这个时候 立马就可以把这个C给它定出来 那么C定出来以后 你才得到了这一段上的标达式 那这个Y应该等于根号π方减X方 实际上大家知道 在这一边呢 应该是一个半圆 就是负π到π 这个是个半圆弧 这个求出来了 然后人家就告诉你 另外一半 这是负π 那么另外一半 0到π这一段上 它是满足这个方程 那最后要求它的表达是 你这段上得先得解这个方程 这是个什么方程 Y两辟加Y加X等于0 实际上就是Y两辟加Y等于负X 这是一个二阶线性长系数非其次 所以先解其次方程 特征方程是这个R方加1等于0 R等于正负I 所以那个其次的通解 那应该是C1cosX加上C2sinX 然后呢 这个非其次的特解 这个可以看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需要定C1和C2 那C1C2如何定呢 注意这个时候 就是左边负π到π是这样一个圆弧 是这个表达式 那么右边呢 这个结也找到了 主要是要用谁 光滑曲线 那你既然是个光滑曲线 那右边这个曲线 则跟这个地方 就要连的一块 那么另外呢 要光滑 那这段我们说 倒数还要连续啊 所以就是要利用这样一个条件 所以呢 我们求助这个以后 它首先 这个这是右边的表达式 它在这边的极限 就是这个 在零点的右极限 应该等于它呢 相应的值 注意 就是说这个 它的外零 因为它这边是带等号的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呢 把零带进去 应该等于这个左边这个 因为这个不带等号 就是你这个地方求是一个解释 不带等号 这个要取极限 那么它呢 由X趋向零的时候 小于零一边 就是你在零点的值 应该等于左边这个函数 在零点的左极限 这得到一个条件 再要一个条件 那就说 你这个函数在零点的倒数 那它应该等于谁啊 等于它在零点的左导数 也就应该等于谁 也就等于这个函数在零点的左导数 那么这个函数在零点的左导数 应该等于它 零净点值减去零点值 π除以X 这个极限 当然可以求 你把这个分子有理化一下 然后呢 消一下 立马可以得到这个等于零 那么这样子主要是得到谁 就是主要是根据 这个曲线在这里的光滑 那么可以得到 关于这个解的两个处始条件 因为这两个处始条件 把谁啊 C1C2 给它定出来 那么这个C1C2定出来以后呢 那这个时候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你看 它也是个维方程的综合题 实际上呢 它是封两段 负π到零 它实际上是个几何运用 然后呢 你先得建立维方程 解除它的关系式 零到π 维方程给你了 你可以解除这个通解 但是呢 要定这个任意常数 又要根据它这个光滑曲线 所以在零点 它应该是连续 变成磕导 导数还应该连续 那么利用这个条件 可以把里边的任意常数字边啊 定出来 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那么有关维方程的综合题 应该说比较常见的 就这些类型 我们挤了不少的例子 当然通过这些例子 我们也可以看出 跟维方程有关的综合题是很多很多 所以它在我们卷子里边呢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考点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通过这些典型的例子呢 一点点熟悉 跟维方程有关的综合题 常见的类型 常用的解题的方法 所以希望同学们回去以后呢 自己认认真正的把这些例题呢 自己亲手再做一下 体会一下 那么自己做一做 才体会的更深 才更容易把这个方法的要点 掌握好 所以有关这个维方程有关的综合题 这样一讲 然后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好 再见